Boba, 上次和你吃了海南雞 今次我和你吃香港地道的那炸麵 車仔麵, 車仔麵是世界遲名的 香港的車仔麵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吃不到這麼好吃 知不知為何叫車仔麵? 為甚麼? 車仔麵是因為所有的菜在車子裡 放出來就是這麼簡單的車仔麵 那些人說車仔麵有三寶, 哪個三寶? 三寶就是豬紅豬皮和牛肉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韭菜餃和咖喱魚蛋 大粒到這樣, 很想吃 這就是人家的長洲拳頭這麼大的咖喱魚蛋 我們試一試, 好啊 一會兒要問一下老闆, 魚是從哪裏來的 咖喱魚蛋, 咖喱魚蛋 我這樣反向咖喱魚蛋, 要吃你的頭 哈哈哈哈 還有咖喱魚蛋, 一人咖喱魚蛋 咬一口, 要咬幾口, 還未吃完 嘗嘗豬紅 吃豬紅, 我最重要的 這個是魚仕, 我很喜歡的 有眼睛在裡面 吃一口,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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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下去 就很咬下去, 咬下去, 咬下去, 咬下去 剛剛好, 咬下去, 咬下去, 咬下去 是, 因為, 還有, 咬下去, 豬紅豬有沙, 很難 有一個咬下去, 很爽, 很爽, 很滑, 很棒 這間小店就重要了, 你見到現場有很多照片 很多明星, 藝人, 我也有張照片在那裏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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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間小店可以說是星級車仔 絕對是, 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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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下去 謝寧峰啊, 黃祖南也有來 蜂味都來, 咬下去, 厲害 我想問, 你的麵底是什麼 我選到我最喜歡的粗麵 來, 讓我看看 粗麵, 為什麼會是粗麵呢 會吃, 一定是粗麵 我聽過, 撈粗麵 這一間的粗麵很棒 我來試試, 你試試你的粗麵 為什麼好像有些辣汁在裡面 全部混進去, 混在一起 這個粗麵就是我們桌面的粗麵 聽老闆說, 這個粗麵是他們的臂製粗麵 來這裡是必須的 一定要的, 而且這些吃車仔麵 沒有粗麵, 就不如不要吃車仔麵 因為我的精髓除了湯底 那些菜是否漂亮之外 那些粗麵是最重要的 我以前吃車仔麵那種的粗麵 真的也是, 你有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有一種, 有當年我經常吃的感覺 你喜歡吃這個粗麵 我經常吃油麵 我一向都是吃油麵 我的精髓麵是配油麵 才是最重要的 油麵很脆胃 飽到一點 很嫩的 這個辣汁真是… 真的沒問題 我剛才說, 譬如你來到這裡 小小的一盒 老闆不夠, 可以多一點? 是可以多一點力 但如果你說, 我想買來做手信 送給家人的朋友 可以買的嗎? 一盒一盒, 幾十元而已 你來到的話, 記得來這裡, 買一碗辣汁 回去給你香腸葡萄 嘩, 吃完之後, 這麼香? 用來打火鍋, 拌麵的話 真的沒問題 我要多煮幾口 但這裡, 我知道老闆跟我說 不要只留意他的車仔麵 還有一個小食, 必吃的 就是叫做… 煎腸粉 謝謝 哇… 哇… 這個是重醬 哇… 先來, 先來, 先來 我完全看不到腸粉的形狀 在裡面, 被醬遮住了 是嗎? 那種油香 那種油香不會太油膩 又有脆, 又有咬口, 又滑 沒錯, 就是那種的 外面脆脆的咬進去 是圓滑的 我還在想, 哇… 老闆加這麼多醬, 會不會不好吃 原來不是的 因為如果喜歡吃煎腸粉的觀眾朋友 你這個絕對要來試一下 因為一碗車仔麵可以有多少菜 是隨便選的 一碗, 兩碗, 三碗, 四碗 你喜歡也行 我們這個是大集會 對呀, 做車仔麵 很多時候都是隔壁生意 大家都是很驚濕的 大家來吃飯 你們不會吃一碗車麵 只剩了百五元 全部都是幾十元而已 喂, 說了這麼久 我們老闆韋哥 是 觀眾朋友也想見一下他 會不會見到他呢 在這裏, 觀眾朋友有折扣 不知道會不會, 叫他出來吧 是老闆來的 韋哥 來來來來來 過來這裡 好, 各位 都不如說一說 很多星級明星 對呀, 謝霆 謝霆鋒都來吃車仔麵 你有沒有見過謝霆吃車仔麵 我沒見過 他來這裡吃車仔麵 告訴大家, 怎樣來這裡 雙話, 皇后大道西28澳 希望大家多來這個 找, 淡, 食 去捧場 好, 今天我們這個HK美食筆記 已經到此為止了 多謝各位觀眾 一直支持我們收看 希望下一集 我們跟大家介紹更多的香港美食 各位再見, 拜拜 喂 喂, 這裡的豬腸 我上次來吃過 我已經跟他們說了 為什麼呢 對不起 我是喜歡吃一點脂肪 是 吃一點脂肪的豬腸 我們有戀愛的 不是這樣 做人吃的 吃豬腸當然是吃肥 怎麼樣 少少 不用擔心 謝謝 不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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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